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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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著這張我們要講的是 一直正列 一直正列的概念也蠻簡單的 簡單的概念 它的概念是說 將不同的 資料型態 儲存在同一個正列當中 我們以前的正列呢比如說一個正列裡面 都是放 放Double 裡面就全部都Double 裡面放Integer 或是放自串 但是我們希望把不同的 資料型態全部整合在一個 正列裡面 它的英文名字叫 SaleArray 但SaleArray這個名字難翻 Sale就好像一個 盒子一樣 所以你可以翻成盒子正列 翻成包正列 或是細胞正列 網路上我也看到有人真的就翻成細胞正列 那Sale的意思就是一個一個盒子 叫Sale Sale裡面你可以放各式各樣不同的東西 那因為它的 它的資料型態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翻成 抑直 抑直的是不同性質的 的資料型態 放在裡面 但是各位 要就知道一下 就是 如果你看到所謂的 核子正列 細胞正列 都是同樣的意思 都是SaleArray 就是裡面放的資料 可以是不同的資料型態 那你怎樣建立SaleArray呢 有兩種方式 一種叫SaleIndexing 譬如說這個A這是一個益子正列 那你可以設11122122 但是你要把元素放進去的時候 外面要加一個大括弧 所以11放的是一個字串 然後12放的是一個向量 21放的是一個矩正 22放的是另外一個益子正列 這本身用大括弧刮起來的話 就表示它已經是一個益子正列 再把這益子正列 放到益子正列的一個元素裡面去 這種方式叫SaleIndexing 這時候就建立一個2乘2的益子正列 所以你看每一個盒子 就是這四個盒子裡面 第一個盒子放的是字串 第二個盒子放的是負數的向量或正列 第三個是整數的矩正 第四個是另外一個 抱歉這不是1乘2 這寫錯了 不是2乘2 這應該是1乘2的另外一個益子正列 這邊要改一下 所以這個是第一種方式 第二種方式叫做Content Indexing Content Indexing 我就直接剛剛的大括弧放這裡 有沒有 這邊放的是小括弧 那你也可以反過來 這邊放大括弧 這邊就不加任的符號 其實我比較喜歡這種做法 這種做法一看就知道說 我把這個元素 這個正列裡面的1-1 要放這個東西 同時它是一個益子正列 所以用一個大括弧刮起來 從這裡掃了一樣東西 之前是這邊還有畫小括弧 這邊還有畫大括弧 我把大括弧搬到這裡來 就省掉這邊的小括弧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比較簡單的做法 所以1-1放這個東西 1-2放這個東西 2-1放這個東西 2-1放這個東西 2-2放這個東西 結果和上面那個範例 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其實做一件事情能夠是 越簡單越好 所以就是各位盡量用這種做法 會比較清潔 比較乾淨一點 那你可以一次把大括弧 把所有的元素刮起來 像這個樣子 我說b等於括號 jamspound 這是第一個元素 第二個元素 1-2-3-4-5-6 這是第二個元素 第三個元素是pi 第四個元素是magic-5 那這樣一整次一次就把它塞進去 這樣也可以 那抑直正列的所謂的合格 折併啊 indexing啊 要消掉什麼 這都跟矩陣一模一樣 你就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矩陣 只是這個矩陣裡面的每一個元素 又放了其他不同性質的數值在裡面 不同形態的數值在裡面 比如說我可以把bc直接把它並排起來 那如果你要顯示它的元素呢 比如說你打a 它就跟你講說 第一個元素 簡單的它就直接秀出來 比較複雜的它就跟你講 秀不出來啊 它就跟你講這是1乘2的double 那裡面是3乘3的double 這個2乘1的cell 因為就是太複雜了 所以就不直接秀出來 那你可以用cellplot把它畫出來 看看是什麼樣子 比如說我們剛剛前面那個範例 直接用cellplot把它畫出來 其實畫出來也看不太出來 是什麼東西啊 說實在 你可以看出來是 這個Tim 這是Chris 因為太多東西在裡面 看不出來 這個是1乘2的矩陣 這是3乘3的矩陣 大概讓你知道說 這裡面擺了什麼東西在裡面 當然你要仔細看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當然要把盒子一個個打開來 所以你就可以打a 大瓜糊 比如說23 就把第二橫列第三指行的元素 調出來給你看 這樣也是可以的 那另外一個呢 那是叫cell display cell DISP 這時候呢 就把各個構成元素的實際內容 直接秀出來給你看 這時候秀的就比較仔細的 有沒有 他跟你講說 11放的是 this is the first cell 21放的這個矩陣 12放的是另外一個 複數的向量 那麼22又比較複雜 22裡面又分1跟2 分別放Tim跟Chris 所以你要看最精細的內容 直接打cell display cell DISP 就可以把裡面的內容秀出來 那你要看全部內容的話 你也可以打 我們剛剛講 a 然後大瓜糊 直接打冒號 他就 也是一樣也可以全部秀出來給你看 就是你要顯示上內容有各式各樣不同的方式 就看你覺得哪一種方式比較方便 好 那麼 cell array的內容取用 你可以直接取用 你可以取到一個盒子之後 再從盒子裡面抓出來 這個盒子裡面放的可能是一個Matrix 那再抓出來每一個Matrix裡面的 ij 或是他的column 或是他的row 你也可以把一次把多個元素刪掉 最重要 那最重要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是最後面一個 就是一子正列可以取代以豆點分開的變數列 這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我們待會看一下 好 直接取用 在前面一樣 我們先 把B 這個Matrix 把它建起來 這B是一個2乘2的矩陣 2乘2的cell array 第一個元素是James Bond 第二個元素是1 2 3 4 5 6 第三個 不能講第三個 是1 就是 它拆開來是變四個 第一個放的是James Bond 第二個是1 2 3 4 5 6 然後這邊放的是Pi 這邊放的是Magic Phi 這邊是James Bond 那你就可以直接 我要把它抓出來 我抓B1 2 這個 結果我是不是看錯 還是我寫錯了 抱歉是我寫錯了 真是 不是這個樣子 是 1 2 3 4 5 6 好 所以你可以把 1 第一橫跌的第二子行 直接抓出來 抓出來 抓出來之後呢 你甚至可以直接抓 你看我可以把它串起來 1 2 就抓到第一個橫跌的第二子行 裡面的那個盒子裡面的東西 那是一個 一個矩陣 在這個矩陣裡面 我再直接抓第三橫跌第一子行 3 1 所以第三橫跌第一子行 就抓到5 5就出來了 所以你可以發覺它很方便 可以一路接下去 所以你要抓裡面的內容呢 甚至內容裡面的在裡面 就都可以很容易抓出來 那也是一樣 你可以抓 抓第二橫列 全部把它抓出來 也可以把第一橫列全部砍掉 這邊就跟矩陣完全一模一樣 那注意這邊跟矩陣完全一模一樣的時候 你就不用再用搭瓜混 你把它看那個矩陣 我抓出第二橫列 直接把它抓出來 我把第一橫列直接砍掉 也是一樣 這邊都是跟一般的矩陣的符號 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這邊你不必管它 是一個義直升列 直接操作就可以 那麼取代以痘點分開的變數列 這個就比較tricky一點 有時候你在看MateLab Program 就看到人家這樣用 你會覺得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但是你如果了解它的意思的話 其實也不難 其實也不難 假設我有一個F F是一個Sale Array 這第一個元素 第二個元素 第三個元素 第四個元素 那我可以把它 第一個元素和第二個元素 把它並排起來 就是抓兩個 然後用大鍋把它刮起來 之後它就會跳出來 這兩個 你就這兩個元素出來 但是你可以把這樣的一個東西 可以直接送到 送到另外一個函數 譬如說你看 我就把12送進來 那它就全等於 沒有我們剛剛不是兩個東西嗎 全等於這兩個東西擺在這裡 用痘點分開來 所以再回到前面看 它前面就是 有沒有 所以1235 123 所以全等於在這裡我打 235 中刮幅 123 也是中刮幅把它刮起來 所以我發覺 235 然後 等於說x座標是235 y座標是123 等於說原來這個一個東西 事實上就取代 變成兩個變數插在這裡 然後把圖畫出來 所以這是 Sale Array裡面用法 比較特別的地方 那什麼情況下會用到呢 就是有的時候你把資料全部塞 塞得滿滿的 那希望就一次抓兩個出來畫 這樣就把它送進去 就可以把它畫出來 那麼你可以把它用到輸出的變數列 你看我記不記得max 這東西回傳什麼東西呢 它會回傳它的max的最大值 它有這是一個5乘5的矩陣嘛 那它會回傳每一個值行上面 它的最大值是多少 以及最大值所發生的位置 這各位記不記得 我們來立刻示範一下 我們來看 各位看 magic 5 它回傳什麼東西 它回傳一個 回傳一個 矩陣 那我要找它的最大值 那我會送到哪裡呢 譬如說我送到a跟b 那a就會包含它每一橫列 抱歉 每一個值行的最大值 那b就放是值行最大值 發生的index 在哪一個位置 所以max會回傳兩個 兩個 就像這樣 我會回傳兩個 output argument 那在這裡 你看 我就把這兩個 回傳出來的東西 送到f裡面去 那它會發覺 f的第一個元素 就包含max的第一個 argument f的第二個元素 就包含max的第二個 argument 所以f變成一個 1乘2的抑制正列 就可以一次把 你今天有10個output 你可以它就可以一次吃進來 放到同一個變數裡面去 所以這是一個抑制正列 比較特異的功能 那麼這些其他相關指令呢 這邊很多指令 就抑制正列轉過來轉過去 各式各樣變來變去 我想這邊我想 就要直接跳過去 因為這邊太多細節 從這裡其他相關指令 各位可以自己看一下 因為這跟我們今天的作業 也沒有什麼直接相關的地方 但是你會用到的時候 你可以自己過來看一下 這邊的一些說明 就像抑制正列 你要判斷它是不是抑制正列 你要把數值的正列 轉換成抑制的正列 你要把結構正列 結構正列我們下一個馬上會講到 轉成抑制正列 抑制正列轉換成抑制正列 再就是不同的結構轉換來轉換去等等 這邊裡面有一些函數呢 都可以支援這個功能 但這細節呢我們就直接先跳過去 因為我想這個師父引進門 下一句怎麼接 修行在個人 修行在個人 我把你帶過來跨過這個門檻 剩下的就是各位要好好去看一下 看裡面有什麼東西 那這個東西呢也不是說 各位一定要 就是沒事的時候 各位也不用去看 我們也鼓勵說 各位沒事就一直去看這些東西 其實會用到 你自然就會去看 你今天要把一個 sale array轉成 structure的話 或是轉成一個 numerical array 你這樣想有轉換 好轉換在這裡 你記得過來這裡看一下 或是你直接打help 就會看到很多相關的指令 所以這邊細節我就先跳過去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 scrobar大概一半而已 後面要一半的東西 就是在講這些東西 所以各位可以持續看一下 跑出來了嗎 還在跑 還在跑 好 剛剛才連上網路 剛剛才連上網路 好 再過來我們看今天 作業會用到的 結構陣列 這些基本的structure都很簡單 像結構陣列就是在 就是c裡面的struct 故意要建立很多structure 或是record 概念通通一樣 那sale array反而是 前面講的那個sale array反而是 c裡面比較少見到 那在前面講的 多維的陣列 一維陣列 二維陣列 三維四維 那個c裡面就很麻煩 各位知道在c裡面 怎麼要建立二維陣列嗎 應該上課都有教過吧 但是就很麻煩 也就是要建立動態的二維陣列 因為這動態 如果站到它基本方式之後 就是每一個row 你就要做metlock一次 然後最後清掉是每一個row 分別把它清掉 另外一種方法是也是一樣 跟metlock一樣造一個長長的陣列 然後你就知道哪邊是第一個row 哪邊是第二個row等等 都會比較麻煩 那我現在寫一個五維陣列 在c裡面寫 你寫得出來嗎 我相信我是寫不太出來 我覺得那很麻煩 但是在metlock裡面 當然就是比較簡單 但你可以想像在metlock裡面 就 even 你要建立一個五維陣列 有時候你還要想一想說 五維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個第一維是什麼 第二維是什麼 第三維是什麼 都要想一下 這個其實就是變成有點抽象 好 那結構陣列其實還好 都很簡單 各位看一下就知道 都比前面還簡單 一個結構陣列叫structure array 它就一樣有好多個元素 每個元素可以看成一筆資料 那每筆資料有各個不同的欄位 那欄位有對應的值 譬如說一個 譬如說我們學 我們在這個教室裡面上課同學 我就可以建立一個結構陣列 那譬如說今天有83個同學 我建立一個結構陣列 還有83個元素 那每個元素裡面有什麼欄位呢 第一個是你的姓名 第二個是你的學號 第三個可能是你的 考試的成績 作業的成績 等等 第四個系別 系級等等 就可以建立各式各樣的欄位 幫你建出來 好 這邊一個簡單的範例 首先我把student這個變數把它清掉 click掉 免得之前已經有 我就直接打student.name等於紅分響 抱歉這都是單引號才對 這個也是 powerpoint不曉得怎樣 製作聰明 幫你變出一個奇怪的東西出來 這都是單引號 只有單引號 然後打student.id 這是它的學號 student.scores 這可能是三次小考的成績 這樣就是一筆 一筆資料 所以你直接打student 他就跟你講 name.id.scores 就全部出來 是等於說代表這個結構陣列的 第一個元素 或是第一筆資料 接著你可以再加進去 我沒打任何東西就表示第一筆 這邊你看 我沒打1就代表第一筆 接著我要加入新的就寫2 這代表第二筆資料 第二筆名字叫秋中人 id是多少 學號是多少 這樣就漸進去 那這打student 就變成1乘2的structure array 然後 這個有三個欄位在裡面 發現這個怪怪的 這個好像什麼東西被切掉 不過 各位知道它的意思 所以就是一筆一筆 這樣直接把它加進去 那另外一個建立結構陣列的方法 我就可以直接打這個樣子 struct struct field1 籃位的值 抱歉 籃位的名稱 籃位的值 第一個籃位名稱 第一個籃位值 第二個籃位名稱 第二個籃位值 這樣一路往裡面塞進去就可以了 但是這邊的value呢 就是要變成一個sale array 那這籃位名稱當然是固定一個字串 那這邊是sale array 看裡面有幾個元素 我就知道產生的structure array 裡面需要有幾個元素在裡面 我們來看一個範例 比如說你看student等於structure name 這是第一個籃位的名稱 然後呢 我要放什麼東西呢 這就是sale array 有沒有sale array裡面有分別 第一個值是張廷書 第二個值是張廷安 那scores它的分數 第一個值是50、60 第二個值是60、70 所以這時候你就知道說 它要造出兩個element的structure array 所以我打student1 就得到說 名字叫張廷書 score是50、60 打student2 名字叫張廷安 score是60、70 所以這樣的話就一次幫你獻完 但另外一個呢 它也會做存量展開來 譬如說 在這個範例裡面 裡面 它一看到這個 蘭位名稱 蘭位值 蘭位名稱 蘭位名稱 蘭位值 但是發覺不對 到這裡來看 這邊應該有 有沒有 有兩個元素在裡面 所以它知道應該造出是兩個element 所以它就把張廷安 展開來變成兩個 然後分數一個是50、60 在這裡 一個是90、100 在這裡 這就是它自動把你展開來 那麼structure array也可以是潮狀式 可以一筆一筆一路設定下去 就可以變得很複雜 像這裡我也是一樣跟前面設定 兩個學生 一個叫張廷書 一個叫張廷安 接著我要繼續設定說 第二個學生 它修了什麼課 它修了第一門課 叫Web Programming 它的學分數是兩學分 修了第二門課 叫Numerical Method 那學分數是三學分 那你就可以一路往裡面塞 那但是你對第一個學生 並沒有做任何動作 第一個學生是張廷書在這裡 你並沒有設計它的course 之後它的course1和course2 然後就會變成空集合在裡面 那再過來是怎樣取用其改變結構陣列的資料 我們這裡先產生三個結構變數 用structure產生 這其實可以一次做完 我們剛剛講過 有沒有全部可以一次把它塞進去 只是我們這邊分三次做 那得出來效果也是一模一樣 第一個叫Name 叫Benny分數 第二個叫Joey分數 第三個叫Betty 還有它的分數 抱歉這裡弄錯了 這圖跟文字不太一樣 這是B-E-T-T-Y 這是B-A-T-T-Y 這要改一下這應該B-E-T-T-Y才對 那麼你可以把所有欄位的資料一次抓出來 用的是什麼呢 叫structure to cell 這就是我前面要講的其中一種轉換 就是把所有元素內的所有欄位的資料 用structure to cell 幫你轉出去 變成一個 一個 sale array 那sale array呢 分別代表 Benny Joey Betty 還有裡面的它的資料 就全部一次擠出來 一堆東西 那它這邊有說明它的維度是怎麼變化 這邊我就不仔細講 各位回去可以自己看一下 這邊有一些細節 但是這東西不是常用到 所以我就會直接跳過去 那麼你要改變欄位的內容 就直接把它換掉就可以了 我說structure name 第2個人的名字 那名字就出來 你要把名字改掉 直接把它放進去再把它蓋掉就可以了 這個是 這個沒有問題 這個是很直覺 那麼這邊有一個cat又出來了 我們剛剛講在sale array裡面 或在matrix裡面 你可以把矩正把它cat起來 把它串起來 然後在structure array裡面 它也可以直接把它cat起來 譬如說我們看看這個student 我們回頭看這student的欄位 有沒有 它有第三個欄位 代表它的分數 這分數是一個列項量 一個列項量 我可以根據 根據 根據 在這裡可以看得出來 先看這個好了 cat1 1的意思就表示 它的rho dimension會被改變 跟前面一樣 所以我就把分數疊起來 疊起來疊起來疊起來 有沒有 cat1student.scores 每一個student.scores 都是一個列項量 但你cat1的意思就是 根據第一個微圖把它疊起來 那cat2呢 就根據第二個微圖把它疊起來 所以疊起來變成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 那你可以不會根據第三個微圖把它疊起來 應該也是可以 只是中間有一些微圖是只有1而已 你可以根據第四個微圖 第五個微圖 就是我們剛剛講 都可以 但是最常用到 因為這只是一個向量 所以 大部分是根據第一個微圖 或是第二個微圖 那你可以想像 假設這是四次小考的成績 有沒有 第一次小考 第二次小考 第三次小考 第四次小考 那你如果算說 每一次小考的平均是多少 那就很簡單 你把它cat了起來 然後再加一個什麼呢 mean 它只能求平均 求平均 求平均 你就可以得到四次小考的平均 那你如果得到 你要問說 那我要得到這三個人的 每一個人的平均小考成績 那也是這樣 我cat1起來後 我再求mean 但mean是要從這裡做 有沒有 這樣做 這樣做 所以mean送給他的時候 mean後面加一個2 表示我根據第二微圖來做 就可以算算每一個人的小考成績 小考平均成績 那我說我要算總平均 就是三個人四次小考 全部平均是多少 你就把它這樣cat起來 然後求mean答案就出來 所以就看你的需求 你到底是要怎麼樣算平均 我就可以把它排出來 然後再加上一個mean的指令 就可以穿出來各種不同的平均成績 我剛剛講的這邊都已經被我講完了 但這邊算的是 有沒有 四次的平均分數 你把它cat起來 然後算mean 那mean就直接算直行 算出來 就是第一次小考平均 第二次小考平均 第三次小考平均 但是如果要算學生的平均的話 你可以把它有沒有 cat過來後呢 你把它做prime 就把它導致把它翻一下 然後再算平均 就是第一位學生的小考平均 第二位學生的小考平均 第三位學生的小考平均 第三位學生的小考平均 這樣也可以 當然我剛剛講的做法是說 我如果不把它轉置過來 我可以做的是 我可以把它寫成 mean 那後面一下把它cat起來 cat 1 cat 1 可以起來之後呢 我要算min的時候 我這邊再加2 這樣得到的結果是 一樣 不完全一樣 因為它算出來是一個航向量 但航向量 第一個元素 第二個元素 第三個元素 就分別等於這邊的第一個元素 第二個元素 第三個元素 效果是一樣的 因為我加一個2 表示跟它講說 我要求 mean 求平均的事 我對每一個ro 來求平均 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並排運算 並排運算就是把它並起來的意思而已 所以我們剛剛把它cat 根據 第二個維度把它cat起來 事實上就是這邊的並排運算 有沒有 就把它並排起來 並排起來 並排起來 那你要記得你要並排的時候 它的維度要讓你能夠並排 如果它的維度不一樣的話 你就沒辦法直接並排起來 就是它的ro的dimension要一樣 你才可以把它並排起來 那另外一個常用到的就是說 如果你要抽出來它的字串 像student.name 這個名字裡面 都是它的字串 那字串的話 你就並排起來 沒有意思嘛 並排起來就全部黏在一起 叫Benny,Alex,Betty 全部黏在一起 中間連空格都沒有 但你要的事實上 是把它轉成一個sale array 轉成一個抑制陣列 所以呢 做法就是加一個大瓜糊 這樣就解決了 整個就 你就可以把名字全部抓出來 變成一個sale array 這兩個運算常常被用到 尤其是你要處理大量的資料的時候 常常會被用到 然後這個範例其實 就是只是把它印出來而已 就是我三個student 我有一個for loop for item1到length of student student第幾個它的名字是什麼 就直接把它印出來 這個比較沒什麼特別的地方 我想你如果前面都了解 structure的性質 要直接把它印出來 就不是太難的事情 那麼你也可以改變一個欄位的資料 用其他方式 就不直接去設定它 你可以用get free 就把學生 就把某一個學生裡面的 這個student 這個structure array裡面 抹一個特定的欄位把它抽出來 你看這兩個做法是一模一樣的 有沒有 第二個這邊是第二個 scores第一個這邊是第一個 但你會問我說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為什麼不直接這樣子寫法就可以呢 但你要寫成這樣子的時候 是假設你知道它的欄位叫scores 有時候欄位傳到你的一個函數裡面的時候 它是一個變數 你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那這時候叫改用第二種做法 把這個變數塞在這裡 這樣的話它就根據這個變數 轉成它的值 然後去抓這個structure array裡面 某一個欄位的值把它抓出來 所以這是可以互換的 兩種方式都可以 那這邊有一些東西呢 是可以直接用deal把它拆開來 名字本來是叫team跟any 這structure是有兩個元素 它的name這個fear的名字 分別為teamany 但你可以用deal這個指令 把roger跟tom整個把它塞進去 分表對應的team跟any 轉換成roger跟tom 這只是一種方便的做法 但是有時候在 有時候你也是這樣資料很大量 你要一次全部蓋過去 某一個東西的時候 也可以用deal這個指令 deal就好像在發牌一樣 我們在玩booker牌裡面 發牌就叫deal 發完之後就一次把你整個蓋過去 那麼使用field names可以傳回它的所有的欄位 譬如說我們這邊structure裡面 你看它的有兩個欄位 一個name一個score 那我用field names 把student送進去 送到field names就可以把所有的欄位 全部一次抓出來 那這邊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一旦加入一個新欄位的時候 然後 有沒有 你知道 第二個age設定成20 那第一個沒有設定 那age就變成空集合 所以就是 它的在一個structure array裡面呢 每一個元素都要有一樣的欄位 你其中任一個元素多加一個新欄位 其他元素也會跟著加這個新欄位 那只是這個新欄位的值可能沒有被設定 那它的欄位值呢 就會變成一個空矩陣 另外一個呢 就是要把一個欄位整個把它抽掉 這個會比較花時間 就是假設你的structure很大的時候 你要把一個 譬如說把score整個把你抽掉 不要有這個欄位 譬如說student原先有roland跟score 這時候你把它remove rm就是remove的意思 removefield 就把student這個structure array裡面的score 這個欄位整個抽掉 那你欄位抽掉了 欄位值當然也跟著不見了 所以整個抽掉以後 你看這邊就只能這樣 name 這個score就不見了 所以remove就用來幫你把欄位抽掉 但是欄位抽掉這件事情呢 是很花時間 這個看起來你覺得可能是還好 但是如果你的structure很大的時候 你要把它抽掉 它內部就要做一些改變 所以就會比較花時間 那麼其他相關指令呢 還有extruct 來偵測說 這個變數是不是一個結構陣列 這個我想我就不用再仔細講 extruct就是如果你是結構陣列 它就會回傳1 不能就是回傳0 那麼sale struct可以把sale array 轉成structure 這個我也不仔細講 這個細節太多了 譬如說我們常常 在一個目錄 你到一個目錄你就會先打dir dir dir就會跟你講說 outr裡面有什麼哪些檔案 有哪些目錄結構 那在matlab裡面呢 你打一個dir 那給它一個目錄名稱 它就會回傳一個structure array 這structure array呢就會包含每一個檔案 和每一個目錄它的相關性質 譬如說你打dir madab root 這madab root 就是你安裝madab的根目錄 然後它就會回傳變數 我把它送到dir info 那dir info裡面 你看你可以看出來 是一個 總共我在這裡有19個元素 這19個元素呢 就分別代表它在這個目錄裡面 看到的檔案 和目錄結構 它也包含有什麼欄位置呢 包含它的名稱 時間 byte 吃掉多少byte 還有isdir 是不是一個目錄 如果是檔案的話 這個isdir就會等於0 如果是目錄的話 isdir就會等於1 所以這個就是 讓你做檔案的處理 你可以用 把dir回傳的東西 就可以立刻看到裡面 到底有什麼東西 那你再分別去做對應的處理 好 所以我這一張 結構正確也結束了 好 這邊到這裡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來看看今天的作業 今天作業我要稍微說明一下 因為不說明一下 恐怕文字描述很難講得清楚 那邊跑完了嗎 你可以直接refresh 直接refresh是什麼東西啊 網頁 網頁 喔你說之前你寄給我email 對對對 那你的email已經被我刪掉了 所以 我找一下 好 你來打一下網址好不好 來 你記不記得 好 各位注意一下 我看一看有沒有 你有教了 結果 稍微沒有你的答案 這個你先跟助教check一下 有些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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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一下 看各位花多少時間在這個作業上面 超過十個小時的請舉手 有幾位同學舉手 超過五個小時的請舉手 超過五個小時應該包含十個小時 怎麼人反而變少 來看一下 來 到最上面 我來移好了 好 所以 但這沒有按照順序來排的 照分數的順序 我就說學號的 沒有照學號 所以你要稍微看一下 所以第一名已經到118了 所以大家在持續進步當中 我也不知道去年最高分是多少 也是差不多這個分數 也是差不多這個分數 OK 有沒有辦法突破 有沒有辦法破120 去年只有一個 不過後來發現他 他那個方法作弊 作弊 我後來有改一下 我各位應該有收到我的email 我改一下程式 讓他就是 不管怎麼樣 你要總是要回傳八個 八個決定給我 不能中間就換 你要回傳給我 不是一就是二 你要回傳給我零 我現在分數 就直接讓你是零分 不能回傳零給我 以前是回傳零給我 我就按照現在有多少 就算多少分數了 那個會留一個漏洞 就是說我 骰子一拿到 我發覺塞進去就爆了 我就回傳給你零 反正給你零 它就算現有的分數 那這樣是不對的 所以那個漏洞已經被我補起來了 所以 所以118 118是哪位同學 舉手一下 加油 你花了多少時間 一天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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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禮拜 好 小心一點 會不會後面可能會被人家追過去 所以你要繼續努力一下 然後我們看後面還有多少同學沒有教 這幾位同學沒有教 你看看你的學號有沒有在裡面 如果你已經教了 但是學號還是零分的話 你就趕快來找一下助教 看看你的格式有沒有不對 或是上傳可能沒有成功等等 或是檔案有沒有被檔案壞掉了 你只要有丟MyStrader上來 基本上應該都會有分數 如果你沒有寫錯什麼東西 別忘了你要在 method裡面寫上 你用的什麼方法 最後我回去看看你用的什麼方法 所以要稍微描述一下你用的什麼方法 好 那這個助教麻煩這個網頁寄給大家好了 讓大家看一下 那我們來看看今天的作業 第一個作業呢叫Read an English Dictionary 這個作業還好就是 就是各位先看看 你要把這個下載回來的話 我記得好像直接點是不行 你要按右鍵 你改好了 OK 好 好 這就是英文所有的 這是英文的發音詞點 發音詞點是什麼意思呢 這邊有兩個 兩個詞行 第一詞行這邊都是英文的單字 我這單字看起來都有點奇怪 很少見到的單字 但它總共大概有12萬個單字 那每一個單字它對應的發音在這裡 發音在這裡 單字對應的發音 可能不太容易看得出來 我們找一個我們熟悉的單字 來看看它的發音對應到什麼字母 好 Ach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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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hievement 在這裡 Achievement 有沒有 這是2 就是這個音 Achieve 去 這個是長音的e Achievement 這個A-H有沒有 又是這個a 的音 Mut 只是它沒辦法用 KK音標來表示 用一個各式各樣的符號 來代表它的發音 那各位任務呢 只是把它讀進來而已 那因為這個檔案相當大 你可以看到這個 這顆蛇在這裡 在這裡 有沒有 它都不太會動 你往下移 你看它不太會動 動快一點 Page檔案才會動快一點 所以這檔案很大 所以只是讓各位知道說 碰到真實的情況 你要讀檔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問題 那各位的目的 只是把它讀進來 把它變成一個Structural Array 那這Structural Array呢 就叫WPA 那WPA呢分別代表第幾個字 比如說到了72561一個字 它的Word叫MatiMedia 但是呢 MatiMedia兩種發音 一種是MatiMedia 一種是MatiMedia 兩種發音都可以 那在我的單字表裡面呢 它會用頸字號幫你隔開來 所以第一種發音叫MatiMedia 第二種發音叫MatiMedia 那兩種發音 你要把它拆開來 分別放在另外一個PA1跟PA2裡面 就這樣子而已 那為什麼叫WPA呢 W叫做Word 就是英文裡面一個字 PA叫Phonetic Alphabet 就是它的音標的意思 Word和Phonetic Alphabet 中間的對照表 那PA當然就是指它音標 所以這裡有兩種音標在裡面 那我們是用Tab把它隔開來的 就是每一個 一個Entry 每一個單字和它的發音 是用Tab把它隔開來 那如果有破音字的話 用PoundSign 就是用頸字號幫你隔開來 所以你必須做一些Parsing把它拆開來 那你可以用這個方式 我這裡有一個Hint在這裡 你可以用這個TextRead一次把它讀進來 讀進來在裡面 但是TextRead怎麼用 你打Help一下 但是後來我發覺TextRead MateLab說這個TextRead馬上就要退休了 以後可能就沒有這個Command 那換成另外一個指令好像叫TextScan 那意思是一樣 你用TextRead跟TextScan都可以 就可以一次把它讀進來 但是千萬不要用 用一行一行讀進來 你會讀到天荒地老還讀不完 十二萬只能這樣一行一行讀 一列一列讀的話就會很慢 所以最好用這樣的指令 一次先把它送到Memory裡面 在Memory裡面再去做處理 這樣才會最快 各位可以試看看 怎麼做會最好 但這個是我給你們的提示 所以然後第二個作業呢 事實上就在最下面這一題 最下面這一題呢 這邊需要一點解釋一下 所以解釋一下呢 就要看前面這兩題 前面這兩題呢 就是說 我們先看看這個唐詩 這個唐詩這個 這邊的唐詩呢 各位知道唐詩總共有三百句嘛 唐詩三百句大家都知道 欸 三百首 抱歉 三百首 三百首 我的問題是說唐詩三百首總共有幾句 有沒有人知道 唐詩有長有短 唐詩短的叫什麼 叫做絕句 八句的叫什麼 叫律詩 然後有更多的 長恨歌有幾句 因為那個恨實在太長了 所以這個原言不訣 長恨歌大概100多句 琵琶星有幾句 琵琶星也有100多句 所以它長短不一 但唐四三百首整個你把每一句都把它放進來的話 总共會出現3223句 3223句 那在3223句裡面呢 我们现在要做一件事情呢 就是要去 去统计 它出现的词的个数 譬如说在这里 什么叫词呢 有所谓的一字词 一字词就是把一个字当成一个词 所以我问你 人出现几次 贫出现几次 商出现几次 臣出现几次 这个叫一字词 那接着呢 你可以统计二字词出现几次 二字词就是两两连在一起 比如说臣小 这样叫一个二字词 小贼二字词 贼不二字词 不图也是一个二字词 席碎一个二字词 碎逢二字词 逢太也是一个二字词 太平也是一个二字词 所以你这样就可以把它统计起来 就是三千两百二字词里面 那我问你 最常出现的二字词是什么 猜看看 猜不出来吧 所以就要统计一下 然后这个是二字词 那三字词就是三个三个一组 比如说人 贫 商 叫一个三字词 贫 商 可 一个三字词 商 可 连 这是一个三字词 那三字词也是这样 你可以统计起来 看最常出现的三字词 最常出现的三字词我记得 叫做君不见 为什么呢 因为君不见 这是谁的词啊 李白的嘛 君不见 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 他君不见出现好几次 所以君不见就变成最常出现的三字词 好 所以这叫二字词三字词等等 那我们现在要统计是说 如果出现 如果出现一个特定的字 下一个可能的字是什么 好 在堂词里面 各位想想看 如果出现常 下一个最可能出现的是什么 将 八成是将 不然就是成 可能是将 可能是长成 可能是什么呢 可能是恨 长恨哥嘛 长长长什么都有可能 那我现在就要开始统计说 这个长之后可能出现什么 那这样统计这个事情呢 就很简单 我用一个几率的 几率的表示方法 就是P 出现长 然后这边打一个star 的几率是多少 比如说我出现长 假设先出现长 那再出现将的几率 这边就变成姜 那这几率怎么算呢 就等于 先擦掉 你就知道 直接在堂词里面去抓 抓资料出来 就出现 下面是长 我就说靠 长出现几次 那上面放的是长将同时出现几次 这是自串 自串 这样你就得到几率了 得到说我一旦出现长 请问下一个出现将的几率 这就是条件几率 各位应该都学过吧 概念上就这样子而已 就是你只要去算长出现几次 但是出现长的几次里面 后面出现将的个数有多少 一除我就知道说出现长 假设长已经知道那出现将的几率 就是长将的个数除以长的个数 那这样的一个几率模式呢 就是我们这边 第一个就是前面那一题在讲的事情 那接着呢 前面讲就是这个事情 假设先出现Wi 大概出现Wi加1 那它的几率呢 我就可以算出来是 Count Wi Wi加1 除以Count Wi 那根据这个方式呢 我就可以算出一个字 可能出现 不是一个字 一句话 可能出现的几率 譬如说我要算 这为什么这边没开关 我每次要走到这里才有办法 我发觉上这门课运动也蛮多的 就是走来走去 好 我现在假设要算一句话的几率 一句话我假设是 我用ABCD来代表好了 这一句话 但是 等一下这用E不好 抱歉 重来一次 我还是用上面写 W1 W2 W3 W4 W5 假设都是一个字 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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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一个character 在中文里面就是一个character 在英文里面就是一个word 那我请问你这一句话 出现的几率多少 我就可以利用前面这个方式 算出来这句话出现的几率 但是别忘了 这句话前后要加上一个东西 它从这是开头 我前面加一个s在这里 这是结尾 我加一个e在这里 这样我才知道说这个字是开头 这个字是结束 那这整句话的几率呢 就会等于 出现SW1的几率 那这几率你就是直接在你的 在堂式里面你就找出来 譬如说空白 这是开始 空白接长 这样的二字词出现几次 除以所有的二字词 就得到它的几率 那在乘上P 有没有 W1出现了 那W2出现了几率 再乘上P W2出现了 W2已经出现了 那W3的几率 再乘上P W3出现了 W4出现了几率 再乘上P W4出现了 W5出现了几率 再乘上P 最后是一个W5出现了 但最后接上空白的几率 这样一连称起来就是这整句话的几率 那你会问我说老师你干嘛算整句话的几率 是吃饱撑的这个有什么用 这个很有用 就是说 举例来讲改错字 改错字是让你就是要算几率 譬如说我现在想不起来任何一个错字 你们常写的错字是什么 譬如说我写 跑得快 和跑得快 哪一个是对的 都是对的吗 根据小学课本应该是这个是对的 那很多人写成这个样子 那我问你说到底是哪个是对的 你就算几率嘛 你就把这些东西几率算出来 跑接这个的的接这个快 就把它乘一乘就出来 但是你这个 这个几率要从哪里算 你可以直接丢到Google里面去 跑接的出现几次 的接快又出现几次 然后算一算几率就出来 那我这样一算我就知道 抱歉这个是错的 这个才是对的 所以这是一种 一种应用可以让你来找错字 就是更正你的错字 好所以到这里现在 你要了解这在做什么事 所以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这边算几率这边应该没有问题 给你一句话 你把几率算出来 但是我们的作业不是要做这件事情 我们是要稍微拐一个弯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先刚刚讲那个叫bigram 就是两两一起 两组两组 我去算几率 叫bigram 我也可以算trigram trigram就三组三组一起 我可以说出现w1w2 请问下一个是w3的几率 然后出现w2w3 下一个出现w4的几率 那这边稍微改一下 就跟前面就很像 我这边也有说明 那做法完全一模一样 但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呢 是有点颠倒过来 是说 往下走 我们要做的事情叫 Shenon Visualization Method 就是说你先从唐式那边 我全部都统计出来了 这个东西最可能接什么 这个东西又可能接什么 这样一路接下去 那假设呢 我现在就是 我们用bigram的probability 就是从这里呢 先长出一个 请问你在唐诗里面呢 sw1 怎么样的sw1会得到最大的几率 那你就要去统计一下 前面有一个空格 空格然后接上第一个字 那这样的哪一个字的几率最大 你先把它算出来 算完之后呢 再去算呢 w1发生以后 w2 什么几率最大 再把它串起来 就一路串下去 那串到最后呢 总会串到一个东西就接到p 最后接到 就出现 1一出现就结束了 1出现接到尾巴的位置 出来我就结束了 那就会长出一个 唐诗的句子是 几率最大 但是不见得曾经在唐诗里面出现过 可能是长江什么恨什么 又是什么君王又是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从来没有在唐诗里面出现过 但是它的几率是最大 这样各位了解吗 这就是各位要做的事情 所以但是那个唐诗的语气 你要再做每一句话 比如说招词白地踩云间 你要是切成bigram的时候 记得前面都要加一个s 后面都要加一个e 就整句话 前面都要加一个s要加上去 后面加一个e要接上去 然后才能去切bigram 切完后才去算机率 但是切bigram跟算机率这件事情 都已经做好了 所以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就是 这是我回到 这边是我放一些作业解答的地方 作业解答有关于字元与字串的这一章 这边最下面就有讲到 这边是请你写一个mative函数 可以回传一个数字串中 所有存在的n字词 可以2字词可以3字词 然后所形成一个字串 然后你这边只是帮你产生n字词 产生完之后呢 你可以去做统计 统计呢 我就是我们课本 你光说有一本叫news.txt 包含了六千则新闻 那六千则新闻 你就可以把它读进来 然后把它转一转 转成ngram 比如说2字词3字词4词 然后去算它的频率 我们直接跑一遍好了 所以这边答案通通有了 所以你不是说让你从头做起 ngram产生ngram也已经做出来 然后统计ngram的个数也已经做出来 那我们来跑一下 我们先看这个TST是什么东西 这边就有6000则新闻在上面 这秘密码乱七八糟的 然后我就直接把它读进来 然后把它转成ngram 然后把它数字出现个数统计出来 它先跑2gram就是bigram的意思 然后3gram就是trigram的意思 4gram就是四个字 然后5个gram也把意思统计出来 所以你看最常出现的二字词 记者 台湾台北20日表示 然后表示后面这个逗号也是常常出现 然后伊拉克常常出现 所以有拉克跟伊拉也全部出来了 然后三字词就是表示逗典 伊拉克中央生 那时候可能发生这个波士湾战争 哇这个麦克风不行了 那四字词也是什么中央设计者 五字词就会出现非典型或肺炎 所以你可以知道 这个新闻大概哪一个时间收集 那我们把这个改掉 我直接把它改成唐诗 那看看结果是怎样 我先让它会停下来 所以最常出现的二字是不见 万里 何处 明月 不得 春风 春风不渡玉门关 不知 琵琶 三个字最常见的是君不见 行路难 五人收 上青天 黄鹤楼 有没有 黄鹤楼也常出现 但是虽然常 它也不过出现三字而已啊 你看只有三字喔 数到难 难于上青天 因为这个李白斯这一首它一直在重复 好像副歌一样一直在重复 所以才会出现好几次 然后四个gram 难 难于 数到难 难于上青天 这个也是从那边出来的 像 像后面就已经出现很少了 尼桑羽衣在哪里出现 各位知道吗 在长恨哥出现一次嘛 另外一句在哪里 有没有谁知道 我不知道 我只是觉得很好奇 尼桑羽衣在哪里出现过 离原地尺 这个也出现两次 5gram就少了 5gram就最多出现三字 还是数到难 难于上青天 这都是同一句 同一句 从里面一再抽出来而已 这出现一次的就已经没有意义了 因为剩下后面全部都出现一次 所以一次就全部可以拿掉 只是看至少出现一次才比较有意义 所以这就是可以帮你统计 trigram、bigram这些东西 拿几个trigram、bigram这些抓出来 然后帮你统计数字 剩下各位要做的只是说 统计完数字以后 怎么把它凑起来 然后产生出这样的一句出来 好 所以我们这边还有范例 哇 跑到哪里去了 哇 我是连不上是 我没有设网路 要设网路是 那我用 我刚可能一直在local host的吧 但怎么这么慢呢 是本来就这么慢 好 我直接到local host比较快 所以这边就有一个范例 这是用英文做范例 那这边就说明整个流程 就跟我前面讲的一模一样 那英文里面就是s开头i 然后i最后面最可能接什么want want是什么want to to后面接什么to eat eat接什么eat Chinese 据食物 所以整个句合起来就是 I want to eat Chinese food 那这个是用不同语调做出来 所以你们可以用唐诗做看 看它会产生什么样的东西 但是这个channel expansion呢 当初并不是直接找最大的几率 我这边直接跟你讲说 你就找最大几率 在找最大几率 最大几率一路串过去 但它原先是random 先随便拆一个 然后再拆 往下拆 那这样的话它才会比较有趣 每次长出来的字都不一样 那我这次只是让你 就是直接抓最大几率 那我们现在这次作业呢 只要做bigram就可以 你有兴趣做trigram forgram也可以 可以试看看 看它会长出什么东西出来 那bigram如果你的几率设定 就按照这个channel visualization的方式 让它每一次都random产生的话 那它产生random的几率是根据它的distribution来产生 所以几率越大它越容易产生 那它就会变成一个自动在造诗词的一个系统 你每次跑一遍它就长出一句出来 长出一句 不见得有什么意义 但是就不会说完全牛头不对马嘴 好 所以我们今天作业就是这个样子 各位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说我们是要 所以说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随机找一个开头然后 不是随机找最大的几率值 这边都找最大的 然后再接最大的一路接下去 看来会接出什么东西出来 你也可以试看看它乱找啊 都找一路最大的 对对对直接找最大的一路创过去 看会产生一个什么句子出来 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